本节目由变焦双摄拍人更美的小米手机联合出品 向每一位在艺术道路探索的大艺术家致敬 现在回想起来 你觉得你是先选择的性还是选择的摄影 因为我最终的生命是活的 不过是脈的音也刚同的 因为生命是有没有必要的 在中国女士 所以你是喜欢这个评价的 说明不过来的意思 生日生日常生活 生日常生活 不然性不断 不断的 情与死 生与死 欲望与纯真 高尚与卑威 一个男人看到的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都在女人的眼眸中 唇齿间 如房里 在一个秦色摄影大师的眼睛里 在一个写真狂人的照片里 这是荒漠经纬 一个生活在东京的 77岁老头所做的一切 荒漠经纬 这个名字 代表的是赤裸的身体 和捆绑的情欲 这是他名声大噪的原因 也是我想要当面和他探讨的问题 其实我们昨天开始 我们就在每天 根据你过去的故事 我们在看东京 看东京的天空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真的是跟东京 有了新的关系 其实这个真的是要谢谢您 因为是你的作品 带我们认识了东京 非常好 通知的 所以我会觉得很嬉しい 最初から 我认为的言葉是写真 想要是写真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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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很感谢 今天我们的面对面 因为我真的是代表中国 很多很多年轻人 来向你提问 因为就是我们 直到现在 比如今年你还有 超过20个展览 数千件作品在创作 就我们关心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能有 这么多激情 仍然在每天的工作 虎儿周围里 有很多女儿 哈哈 要是 最后的 我这些人 写真 是 写真 在这些人 撮了 人家 是 今的 人家 像 写真 写真 就是 前面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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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最終是最後的写真是最後的写真是我死的 我最想要問的是7時空 東京的7時空是最棒的 所以是7時空的 空是為了拍攝影 因為剛才你說你每天7點都起來 每天都拍東京 東京直到現在還能給你無限的激情嗎 現在是完全的 現在是要注意的 空和花的魅力 最終的就是空和花的魅力 最終的就是空和花的魅力 空和花的魅力 瀕死的姿 牽涉的姿勢 在這裏面上的魅力 我心思是想要看著 但我方的時期 人間是在所謂的 所以就算是这样的 很多条件 写真是这样的 我所想的写真是这样的 生死了 这样的事情通过 1940年 黄沐出生在东京下谷区 一个普通家庭 与他家一届之隔的 是东京最大的红灯区 集园 集园在历史上 多次遭遇大火 遇难纪律 被合葬在附近的 境险寺墓地 这块墓地 是荒漠儿时的游乐场 冥冥中 也预示着他未来作品的主题 琴瑟与死亡 说到这个琴瑟 然后说到姓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可能从小都会有一个 姓的启蒙或者开始 我们知道你相机的 就是和摄影的开始 是六岁的时候 你的父亲给了你相机 那关于姓 最早最早的记忆来自哪 知道今天你还记得那种激动吗 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怎么会允许像你这样的小孩 怎么调皮 你怎么会允许的 你还没有人 没有人 在这一言之下 我心肯定是数字 真的不是一句 但是现在 也有什么 在海外或中间 写真店 我最初的 跟我们一般来自分的 但我跟他一起去看的是母親和父親 特別是父親 父親的照片給我 他這麼做的事 我育て給我一種狩獵的事 我沒有想到的事 没有人在哪里 六十年代初 大学期间 荒木和一个高中女生交往 真实的性和想象的性 第一次在她的镜头里融合 大学毕业之后 荒木经纬进入电通公司担任摄影师 最初的工作是拍摄商业广告 但很快 她厌倦了毫无挑战的重复 利用空闲时间 在公司附近拍照 拍摄营作的上班族女性 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事情 穿制服的上班族女性 代表这个国家经济的繁荣 社会面貌的变化 而制服背后 则潜藏着压抑的性与欲望 那对于女性呢 就是因为你的镜头去发现不同的眉 我不知道比如说你二十岁的时候 发现看到的女性的眉 和今天的眉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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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才会面有了 那是一番好事的。 所以,更加簡直是, 日本出版的雑誌《MyGravia》 那些人形を撮影中, 那些人形作品が多い。 那些人形作品、 那些人形作品、 那些人形作品。 就是这种真实为什么是荒木经纬发现 因为荒木经纬有这个特权吗 因为其他的日本人 可能日本的男性更多是压抑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欲望 但是你没有 为什么你没有 你会关心就是东京每一天的变化 在路上拍得不过瘾 黄木经纬把模特请到电通的摄影棚拍摄人体 他因为这些大胆真实的照片一炮而混 也因此被电通公司开除 失去工作后 黄木有大量的时间拍照 日本从此多了一个琴瑟摄影师 二战后 日本诞生了一批大艺术家 比如文坛的三岛游击夫 川端康成 前卫艺术家草菅迷生 电影大师黑泽明 摄影大师西江英公 深山大道 荒芜精伟 他们创作于最强的青年时代 正好赶上日本高速发展时期 艺术成了展现欲望最好的工具 就像导演大导珠拍摄的电影 感官世界 影片以战前一则桃射新闻 为故事原型 展现男女之间疯狂的性爱 最后一死亡 宣告了一种极致的欢愉 而荒芜精伟的摄影 则是在日常生活中 展现着感官世界的诱惑 身着和服的东方女人 在剪接古典的和室 一层不染的榻榻米 被捆绑着 暴露着 放纵着 这些画面出自日本服饰会 而拍摄对象 则多是东京街头的平凡女子 现在你会怎么来看 这个东方旅行的美呢 我会拍摄的电影 画面表面上的画面 画面上的画面上的 西洋的美 裏面上的画面上的 平凡女子 在裏面上的地方 就是说在东京我们在哪可以看到更多美丽的旅行 但我还没见到这儿是什么 我终于采招来 我这次ado的说法是中国人员离了 日本人员的公司是良不这儿的没有 所以我们自身有意思那些本人的依然保障 就是这么וב烈的 有一些人说的一种从某个里面 她被柴陀女性的女性上线 她被柴陀女性的依靠杀的人 或者是否也被柴陀面 不是很容易 我而言,是否被柴陀者 是非女性的表現 是否或是否被柴陀 男人限制的, 縛りたい事是有的 縄とか男人, 女人是一枚上, 縛りたいとか 那種的, 美の事を間違って形とか何とか 俺の前はパッとメイクするような気分 より相手が素敵, こっちの思ってる通り より良くなれば縛ろうがさ, 腕一本折ろうがいいっていうあれだから それを受け入れる容量が女性にはある それがでかいの魅力的なんで でも如果你維持Lady Gagaの時代は 你是把Lady Gagaの時代にも any模特にもあずれ女? それは、要するに他の女性なんか取ったって モデルとして そういう気持ちは取ったことないからね あの時は瞬時の瞬時 瞬時って何ダケだけど やっぱり十分なり五分なりの恋愛だからね そういう気持ちで恋人じゃなくちゃ駄目なんだよ だから普通は五分十分三分でもいいし そのくらいの気持ちで撮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あれしなくちゃ それがねそういうことが通じるわけですよ 通じ合っていなかったら写真が駄目なはずなんだよ 所以我只能看到一秒之一 所以我只能看到一秒之一 那是一秒之一 我只能不能接受到 最終的一秒之一 我只能看到一秒之一 我只能看到一秒之一 所以我只能不能接受到的女性 我只是拍攝照片 荒木經維想告訴人們 我是在這個時代下拍這樣照片的人 滿足自己的本能 同時挑戰公權力 反抗循規蹈矩的社會準則 這是荒木經維從事攝影的動機 很長一段時間 荒木經維的展覽並不能順利舉辦 畫冊被禁止出版 本人也被抓進過警察局 但隨著他在國際上聲明確起 他的琴瑟攝影 成為被日本豁免的特例 甚至成為日本文化的代言人之一 在你90年代其實 當時你拍一些照片 包括在社會展覽的時候 然後因為有一些禁忌 所以連展覽的人都被抓走了 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 是不是你也在 就是你要挑戰這個社會 你要把各種各樣的情欲 通過攝影表達出來 不然說不定 那いつ真的在做什麼 要是那些警察 周辺的事情 遭遇到什麼 大大… 日本警察都不出了 北京大學 所以那社會反應嗎 你是会等一等这个社会呢 还是说 不行 我还是要继续冲撞的 对 现在我发现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有余的勇气 每次都说了 但我发现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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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年是鼓动的 声音的声音的声音 到中国 一定会的 那其实如果社会对你的作品有很多反应的时候 这是你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吗 会让你更兴奋吗 反对了就没问题 在荒木精维标志性的眼睛背后 藏着太多太多的秘密 很多人说 摄影的意义 是记录下了人类真实的瞬间 而荒木精维却用摄影 展示了人们的画面 在虚伪的平凡的每天 我们通过这些照片 获得片刻欢迎 《荒木精维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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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以后人们是叫你伟大的艺术家 摄影师 秦瑟大师 还是一个日本的可爱的男人 《荒木精维协》 《荒木精维协》 入院人维协的物質 我认为每一位的词评论 我认为即即是我的写真 我认为即是很重的 感到感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